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童光辉老师 那么很高兴使用以下的视频 向各位视频的收看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那么我做很多父母子女的这种房屋产权的这种过户 那么在美国,特别是在加州 那么我们常常会考虑到长辈父母们 在还生前的时候呢 愿意把他们名义下的这种房地产 转让给子女们 那当然原因有很多啊 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父母呢 可能要享受美国的白卡 就是联邦医疗的这种福利 那么这种福利之下呢 就最好不要拥有资产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或者有很多别的原因啊 父母呢打算把房屋转给子女 当然房屋转给子女呢 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避免呢 房屋税被扣了sass 因为在我的讲课里面也有讲过到这个房屋税啊 在美国的房屋税 它不是公告地价的一个概念啊 基本上是一个market value的概念 所以如果说被啊 这个县政府呢 重新这个计算它的value的话呢 会影响到这个负担啊 很大的 那么好在呢 父母转让给子女呢 有一个特别的避免房屋税被重新计算啊 value的一个特殊优待 但是就要找特别的律师来做 那我就是从事这方面 特别的专业的律师 所以各位啊 朋友们啊 看过我这段视频之后 觉得如果说有有这种需要 或者面临这种现象 父母呢 要把房地产呢 这个title呢 转给子女的话呢 请跟我联络啊 我的联络电话 408-799-9588 那我的收费 基本上是一个房子1500元 那么有别的detail的部分 再打电话给我联络 电话408-799-9588 那或者用LINE 或者是用WeChat 就在我背后的这个 上面会有我的ID 欢迎各位跟我联络 谢谢各位 我是童光辉老师 也是加州的房地产律师 Thank you Bye Bye